一起加油 无烟环境扩大中 一手烟害己 二手烟害人 三手烟疑毒人间 前电视台运动频道主播魏华轩 与国民健康署一起宣导无烟清新好环境 藉由热爱户外运动 会与民众共同遵守规定 就像原子习惯这本书所写的 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 那你一年就会进步37倍 那以无烟环境来讲的话 最近我家终于是无烟环境了 因为我爸爸从小受到同才的影响 他念高职的时候 他们一群男生都在抽烟 如果不抽烟就是不酷 我们就不是朋友 所以他从十几岁抽到现在六十几岁 那为什么他会戒烟呢 并不是因为他的孩子 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女儿 而是他的金孙金孙即将要诞生 所以我妹妹他的小孩在今年十月里要诞生之前 我爸就戒烟了 可是我真的从他的戒烟过程很有感 他真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他不是说戒就戒 他是从那种一天一包 然后到一天几根 然后再到一个月几根 然后到最后才戒掉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抽烟的话 用责骂或责怪的方式 我反而觉得不如你用火力的方式 去让他不要抽烟 不要去影响到周遭的环境 那就我在运动的时候 我非常有感 因为我在一开始踏入单车的时候 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会抽烟 可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会 也是响应无焉的环境呢 是因为他们有动机 我觉得戒烟需要动机 那我觉得运动族群有两个动机 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第一个就是为了交男女朋友 就为了有另一半 他们为了要接近喜欢的人 而开始不要抽烟 然后第二个是为了运动表现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在骑车的时候 一般来讲 大家看我今天穿这样 可能想象不到 我蛮会爬坡骑车的 那有男生超过我的时候 想说 为了面子问题 我怎么可能被女生超过 所以他们就会加速 可是发现有抽烟的人 你在骑车上洋名山的时候 你会听到他呼吸声 然后想说 天啊被女生超过 实在太没面子了 所以有些男生会为了运动表现而戒烟 后来发现戒烟之后 的确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 可以提升他的运动表现 所以通常运动是这两个原因 戒烟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有些人为了毛小孩戒烟 因为刚才在影片当中有说了嘛 一手烟害几 二手烟害人 三手烟遗害人间 那你们知道吗 地毯还有窗帘 当你在抽烟的时候 那些烟的悬不粒子 会附着在那个窗帘跟地毯 那毛小孩 比如说你猫跟狗去舔那个地毯 或是去接触到这些的时候 根据就是研究发现啊 他们得到蛇癌的几率会提高 所以其实有些人是为了 自己的家人或毛小孩戒烟 那我觉得无烟环境再拓大 这一点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讲的话 我觉得非常重要 依据国建署18岁以上 吸烟行为调查结果显示 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 铺露率仍有四成 烟害防治新法 为了加强保护儿少免于烟害 修正重点包括禁止新烟年龄 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 并扩大室内外禁烟公共场所 将大专院校幼儿园托婴中心 及居家室托婴场所 列为全面禁烟场所 大家非常惯心我们新发从 3月22号14以后 现在我们一起规定 那特别是今天我们 对于我们整个五烟环境 就是室内空间或者室外空间 今天的场所在扩大的部分 所以记者可以来跟 透过媒体朋友 来跟我们民众做先到 地面民众在这些场所 我们也不小心处罚 那我们也随着做相关的一些法则 那我们这一次的修法 对于这些严厂所的一个扩大 第一个当然包括过去 没有纳入的大专院校 所以从过去的高中子以下 扩充到大专院校全部纳入 第二个是往下延伸 为了保护这个小朋友们 受到宴爱的一个伪爱 所以我们向下到右眼 甚至于这个扩允中心 还有机下室的扩允场所 做前面的禁烟 另外有关酒吧跟这个谈管 如果没有设计烟室 室内的前面禁烟的部分 这个烟害防治法 新把扩大的这个禁烟墙所 那为了保护我们的儿童青少年 还有国人的免二手烟害 所以这个扩大禁烟墙所的部分 从我们去年的这个调查里面 也发现说我们二手烟的保护力 大概已经达到96% 那有一些民众的反应 就会觉得说 在可能有一些出入人口 比较多的室外场所 就比较容易会有人在他面前吸烟 那所以我们的压害防治法里面 就有去调查说 那到底哪些场所 他比较觉得有二手烟的困扰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像户外通行的场所 或者我们的公园公警区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 连锁便利商店的骑楼 那还有我们这边奴隶的几个场所 所以压害防治法的18、19条 其实我们就有授权地方政府 他可以因地自宜 依照他地方的特性来公告禁烟场所 那所以除了我们刚所长提到的 保护我们儿童青少年跟国人 免疫二手烟害五 今年已经在这个三月 扩大的禁烟场所 包含大端校院、幼儿园婚姻中心 还有居家式的婚姻场所 另外酒吧业宴的部分 就是他要设立有独立空调的 这个吸烟室以外那就要禁烟 那所以我们禁烟场所大家都会知道说 一定要张贴这个禁烟标志 那也不能提供吸烟或吸烟相关的一些器具 不然他就会被罚1万到5万 那我们的行为人 包含我们的民众 如果在禁烟场所吸烟 他会被罚2千到1万的这个罚款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从这个刚刚提到的 应该防治法18、19条 授权地方政府公告禁烟场所的部分 我们累积到111年以 大概现在已经公告了2万5千多住的这个禁烟场所 那举凡说包含商圈街道 那或者是学校周边 像小朋友的这个通学步道 另外就后车亭 那跟我们的有一些古迹或宗教场所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旗楼的部分 像便利商店或咖啡厅的这个 在悠闲消费的同时 也能够享受这样的无烟清新的好环境 没有一手烟就没有二三手烟害 尚未戒烟的民众可以利用国间署 提供的多元戒烟服务 全国有近3500家戒烟服务合约 一事机构协助戒烟 5月15号起接受戒烟服务 还可以免除戒烟辅助用药之部分负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健康多一点 健康多一点 健康多一点